三个中产档 今次讲这个 舊了一点的话题 但也值得一讲 当日杜汶泽仔的试点31 第一,与阿叻有一个大辩论 现在的人很恨阿叻 以前我挺喜欢阿叻 上一代的艺人或导演 到今世代,香港人忘记了 还是觉得他们的转态太可恨 都喜欢把他们说得很无财能 这些人有黄晶、高智森、阿叻 曾志偉算不算? 曾志偉都没有他们那么离谱 这三个肯定是代表作 当然我不能否认 现在高智森和黄晶拍摄的东西 真的很垃圾 阿叻在后期做主持 也是做得很差的 但想起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黄金时代 他们这三个肯定是代表 我们香港娱乐圈的一个中流底柱 甚至可以说是中流底柱 但现在有很多人在嘲笑 其实杜汶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他是代表新世代的艺人 和一个旧世代艺人就是陈伯祥 两者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进行辩论 就着这个辩论 你们究竟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感想呢 有没有看 首先我说一说 就是关于他们的艺能 黄晶艺能是好的 他曾经试过是一段很辉煌的时间 你不要理他那些东西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的东西 据我听回来 因为认识很多人都跟他熟 我跟他有几面之缘 他的东西就很垃圾 但是他在吴纳西的时候是好的 所以华盛跟他做的东西是好一点的 因为华盛会跟他说 你搞不定 我这么辛苦这么贵 签了张人法来做赌臣 你如果乌里马亚炒 我抱着你一起跳下去 在科学大厦一起跳下去 所以就会好一点 你看到他有几统是拍得几好的 有刘德华不知道是龙什么东西 他都觉得几统是拍得几好的 就是当金融海啸之后 当东西不得的时候 他在奋法的时候就拍得好 但当东西不得的时候就极度那西 尤其是新的那些 但新的那些就不能怪他的 因为新的那些他其实 他掌握了电影的节奏 他只是做financing 所以他完全不客气 所以他是有才华的 而陈伯祥呢 因为我想我会看着他那个年代 我跟他都见到会打招呼的 很不熟那只 陈伯祥是没有才华的 他是不行的 他真是loser来的 但是他是在其他方面赢了钱 即是在马、股票那方面赢了钱 所以他就回到娱乐圈 那变了他那个时候 他唱歌又不行、做戏又不行 但他挺搞笑的 说做戏他挺搞笑的 那于是他回到娱乐圈做什么运权最棒的那些的时候 那大家觉得他娱乐圈真是怎么办的 你有钱、有面、讲话、有气势 那些人就恐你出来 其实大约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陈伯祥从来没有试过 是一个很棒的人 但是我记得他有时访问他说他自己的出身 就是由他当年和Warner一家乐队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离开 他那时候叫loser 是的叫loser 这个是很好笑的 因为他那时候他两兄弟 就叫loser losers 然后呢 还有陈伯生是吗 是 唱来唱都唱不行 他唱歌都挺差的 到时候就唱完之后 接着他们退出 因为lob不行了 他就去造厂 然后呢 阿B加入 改名为Vinners 这就变成了可以的 就变成了可以的 他们是从来 如果是演艺的时候 但陈伯祥是一个都挺搞笑的人 他没有演技 他挺搞笑的 我想Henry刚才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他什么原因都好 在八九十年代 他那些是受欢迎的 就是受欢迎 你可能知道年轻者 现在这一刻 觉得他们很讨厌那堆老师傅 就是那堆老师傅追捧他的 有很多人说 你怀疑香港的黄金时代 是的 那这一天做什么 我最记得就是 《至尊继藏原材》那些 港产片 你可以说他不是担正的 但是他做的 很多都是好笑的 就是90年世界杯 94年世界杯 当然去到运财之类声 我已经觉得 就已经是 你一个做傍偶的人 担正就开始会黑人争 而且这些东西开始恶族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实 就是一个担开篇 或者做开配角的人 你不能够推他去做主角或者去担正 但是anyway他跟杜汶宅有点似的 杜汶宅也是起初是做配角 小人物 是很抢镜出身的 现在当然他们各自就是 一个就是依附了政权 一个就是反这个极权 两个很清晰的人就撞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这个 世纪辩论 竟然会有20几万人在Facebook live 里面看呢 你想想20几万人看就等于香港三四点收市率 可能是你港台整天都未必会有这个收市率 但其实你问我的话 我自己我没有职场看 很多身边的人 你有没有看 我心想有多好看呢 就是大家都说 我们要升级自己 要提升水平的时候 我们还这么多 我们杯葛TVB 拍垃圾 你走去看这两个人 我们三个这么高水平的人 竟然不仅是看这这么低水平的人 自然还要评论这这么低水平的人 我觉得也是很堕镬 我就是反过来 我又不觉得很低水平 这个辩论是很低水平的 他两个在我心目中是不低水平的 都说陈伯祥就是我八九十年代 经历过黄金的时期 我觉得 虽然你说他没有才华 你出来做搞笑 你令到我笑 现在是很难的 你现在哪有一套港产表 令我喇叭牵动小小的嘴角是没有的 你以前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我当然要佩服他 杜汶泽就更加不需要说 我觉得他有很多位 你会发觉他今时今日的成功 那些地方 尤其是激怒一班老死忽 激到他们要在节目中 说他收共产党钱 又要做好几条片来去抹黑他 你就知道他个人 他是有他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 你问我就是 这两个人是一点都不低水平 低水平是节目 节目就很低水平 这个就是难怪的 节目也不低水平 节目的内容是辩论低水平 节目的内容是辩论低水平 节目的内容是辩论低水平的 他们都是证明的 分我两个讲 他们两个在娱乐圈里面 不低水平 我都不是娱乐 但你没有理由去讲政治 对于社会的看法的时候 你说他可能代表了某些阶层 是他代表了某些阶层 但你讲到一个政治论述的说法 你找两个做娱乐圈的人 等于你叫陈淑庄做戏 你问我就是差不多的感觉 不是啊 陈淑庄做戏是可以的 反而你叫他去立法会 我只能说我和你的口味 好像他真的做话剧 不是啊 他不觉得很障碍 你等于看到他在立法会说话 假装生气 说得很激昂 这些就是欺骗二三线 没有欣赏艺术的眼光的人 会觉得他做得很好 这些就是三四线的舞台剧演员的水平 所以你问我就是 这两个人拍在一起 是有东西值得讨论的 这两个人也是高水平的 但是在这个节目就对了 辩论的过程就很低水平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辩论的过程就很低水平 你预论了 预论的意思是为什么 他们两个都不在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不是说高层次低层次 两个都在不同层次的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connection point 我经常都说我们要吵架 我们都首先要有connection point 很多时候我都经常发觉 因为我讲讲一下 人们每个人都在家 发觉没有东西好骂 为什么没有东西好骂 因为你和他都没有交接点 你骂些什么有什么好骂 为什么有时候骂骂一下 当然要讲粗口 讲粗口就是因为你没有交接 但我什么你老什么 就是重新connect 这个辩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这个辩论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各自都在演讲 他演讲也不是为了说服对方 他演讲是 please find 他自己的支持者 我先不要讲高低层次 杜汶泽就是 please find 黄丝的支持者 Alec就是 please find 蓝丝的支持者 所以结束了这个辩论之后 你会发觉两边说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 港人港地就说 Alec就是准备了杜汶泽 我看到很多facebook 黄丝的朋友 谈回杜汶泽说我们怎样准备了Alec 他说叫人信警察 其实我都有一些难知朋友 就像你所说 其实大家都没有说服大家 但大家都很舒服地觉得自己会赢 我讲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 Alec在这一次 因为我相比他当时对于陈淑庄 曾经几年前 他可能会不会记得 他那边是很好的 他这次是有做功课的 他是知道你会问什么问题的 而杜汶泽是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题的 所以杜汶泽是没有做功课 杜汶泽是没有做功课的 杜汶泽是会问什么问题 另外他做功课就是他没有了解 因为他没有了解杜汶泽会如何去挑战 杜汶泽我觉得有小质 我自己个人这样 我觉得我都对了 我肯定打好你 他看不起Alec这个对手 而Alec是之前做了功课的 尤其是相比陈淑庄 他最喜欢打横来的那些事情 他都预认了你这样问我 就这样回答了 就是之前他准备了 所以这件事一打下去的时候 是有准备和没有准备的问题 第二件事我觉得杜汶泽有一样东西 其实是他很不如Alec 他在演艺方面就赢了很多 因为他真的懂 但他真的不懂 Alec只是囚出来 只不过他的人搞笑 杜汶泽是sophisticated很多 但是相对来说 他最喜欢黄丝 就算不是我跟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都是sophisticated一点的 虽然我都不特别觉得他很高 但是有几样东西他输了 就是Alec就是人生攻击他 我是吃软饭 就是那些人生的 而Alec在人品方面 至少Alec走出来 整个鱼鱼圈都是我的朋友 虽然鱼鱼圈是废 但是杜汶泽走出来 你得罪不重要 你不能得罪你的恩人 如果连刘德华、吴君渝那些 是曾经帮过你的 你都这样得罪的话 整件事你会有点好 这个我觉得才是刚刚成功的地方 老师经常说出来行 你就是要有人际关系、有人脈 你懂人有个识字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就是帮你不帮 我说我自己是对的 我就是连恩人都可以反 第三个问题 其实他说他有没有做过大陆人 即是大陆东西 他说是被人封散 我觉得其实何韵斯是对的 何韵斯是大陆作的 他不是被人封散 这叫做义不食周叔 我不是被人封散 义不食周叔的意思是 你是邪恶政权 你只要给我100亿 我都不会去光顾你 何韵斯曾经知道 自己在大陆做的事 他后来自己不做的 明白吗 你去找大陆钱 这个就是去了 不是义不食周叔 就是说你是邪恶政权 我是找你钱 然后我X你 你吹什么 明白吗 那种搞股 我觉得 《史记》的第一篇 就是白鱼叔 陈列传 他就是那个人的品格 就是一个义不食周叔 而不是被人封散 你一说你封杀我 那你就错了 而不是你封杀我 是我封杀你 你给多少钱我 我都不赚你 如果作为一个 我明白你的说法 你明白 但这是Harry的说法 同一条线 就是我现在这一代的人 我为什么不能赚你钱 我就是要赚你钱 我还要赚你钱 你吹吗 他有这个态度 我都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就是杜汶泽 其实我认同感 有很多人就是 你就是站在我们那边 代表我们那一代的价值观 我亦都明白 我亦都明白为什么 那些人会这么恨他 因为他就是代表上一代的价值观 所以我同意 我便觉得 为什么你会把Alex输掉 Alex是拥有上一代的急财 有很多事情 我不记得是跟陈淑庄 还是跟黄迪斯 他真的过农户在搬到 他说对了 其实特朗普就做得好 在香港建立了围墙 整了电网 大陆人下不了来 谁偷渡的电死他 他这些都说得出 你如果在新一代来说 你有没有原则的人 为什么你可以连 你之前一刻 你罵美国佬 说中国怎样 你可以赚特朗普 但上一代的人 人们就觉得没有问 哪样东西有用 我们就拿来用 不需要理论 那样是特朗普还是习近平 特朗普也是这样想 所以到最后 你会发觉 很少讨论辩论内容 辩论内容是没有值得讨论 说什么七成民调 街边阿沈都知道 而一个街边的蓝丝 亦都会跟着 我当然不信 戴耀廷也是收美国佬钱 戴耀廷我也不信 何况这些民调 这些民调也是美国佬做的 内容是不重要的 但有意义的吗 你看到两个不同世代的价值观的相撞 还有那些人对这两个人的看法 因应自己的立场不同 例如我认为王敌思很好笑 他说我和阿里克辩论时最有难忍受 我想问他那一刻 如果你有看过王敌思高 他人身体气势压着你 你让我那时的感觉 只是一个尴尬的老婆 是让你用一个烂老式的气势压着 我不觉得你当时那时的感觉 是你贏了,是對的道理而偷笑 七成民條才贏,如果讓我去 我一碰碰碰到這個題目 我覺得是厲害的,處理方法是對的 如果純從一個辯論角色 你現在的辯論隊抽到七成民條 你可不可以說,我是輸了 他純從一個辯論角色,辯論有時得不到真理 其實就是我覺得他做了功課 七成民條這個東西,除了硬來講的話 我實際上是很難打的 不如我這樣講,明白嗎? 我覺得是正確的 但我覺得很多男士都已經有這個既有的邏輯 他看到事實,他就覺得這些事實是假的 只是做出來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假的 他就覺得自己很有道理 這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大哥,我現在教你了 你現在被人洗腦,收了錢才會這樣說 我的人當然是對的 然後你作為一個黃絲角度 你為何覺得這麼離譜 那些片子拍著警察,不斷對著人說 為何你覺得它是假的 因為沒有錢人後理,你就會覺得他打人打得對 所以最後又是變回兩個平衡的世界 兩者互相不接觸 然後你就只能夠平衡你自己的人 我這樣說,我仍然是阿聰明看著 阿聰明看著,他只知道他要這樣說 他做了敵情研究 即是說你七成民調,他知道民調就壓不了你 他就要這樣說 我認同杜汶澤,不是他沒有做準備 而是他嘗試去講道理那一刻 你問我,某程度上是輸了 因為這個辯論會,你根本就不是為了要講道理 你是要做什麼呢 你就要去羞辱對方 嘲笑對方或者去罵對方 因為大家都不是,我剛才的說話 罵老罵阿加,為什麼是要命人媽 就因為你發現沒有東西可以令到你交交 所以你就要靠一個命人去交交 但是杜汶澤用了這一招 他有一段時間,香港已經很激動 即他不是沒有用過這招 他激動地說道理,就說錯了 他應該激動地羞辱人 而不是激動地說道理 但無論如何,我又不覺得不值得討論這個活動 這個值得討論,唯一不值得討論的就是他們辯論的內容 這次就到這裡